大家好, 欢迎又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回到iNeo Pocket S 上次还有什么未试呢? 就是未试如何安装 PC 游戏 今天这个方法 基本上Android 都可以试 当然你的CPU和GPU 都够有这么一强劲 才可以顺利玩新的 PC 游戏 但大家可以尝试 可以用今天的方法 始终现在这个叫Winlator W-R-N-L-A-T-O-R 和模擬器Emulator 只不过转了Win字 所以都算是一个模擬器 暂时很难测试这部机能否够厉害 还是模擬器未够稳定 但始终现时来说 这部机在Android 上算是强劲 所以值得一试 有些游戏如果在这里玩不顺 不代表将来不行 始终这部模擬器更新 看看如何发展下去 今天会试几个游戏 会教大家基本安装操作 那我们就去片 看见 今天这个模擬器叫Winlator 安装非常简单 基本上安装了 就是一个好像Windows模式 大家熟悉Windows 应该不会觉得困难 这部模擬器 你可以在Google上 就这样打Winlator 它其实已经去到官网了 但我试过几个 它有一个挺好用的 就是有人将它 原本模擬器了少许 简化了很多 和支援度都高 就是这个Frost V5 出了几代 现在是 V5 基本上在Google打 找到这个Github就可以了 按进来 是否不太看得清楚 不好意思 这里有时反光性 就很难看 OK 大致上是这样 来到这里 我们拉一下 一点 基本上这里 它又不断解释 如何安装 有什么支援 有什么提示 这些我都会讲一下 Dotnet Framework 如果有这个问题 就叫你安装Winlator Monofounding Startup System 一会儿我会讲一讲 是的 如果有什么不顺畅 就可以做一点 在Box 86 和64 这里 去改一点 这些设定 就可以有机会顺畅一点 是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它说过 如果有些CPU 是 Adreno 735 和750 是有机会有些问题 那就可能要转转 一点 设定 一会儿我都会讲 是的 我们来这里 就去这个 10加17 release 按一按 接着 它会带来这里 现在是最新的 我出片就是V5 如果有再新的 还是下转再新的 当然 按这个 APK 这个就可以了 Bench 可以不离 对了 按了之后 它就下载了 下载完呢 按回去安装就可以了 那你要按一下 按一下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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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own apps 就可以了 因为始终 它不是在play store 下载回来 它有机会是 会问你这些问题的 安全起见的 那我就下载在这里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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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已经安装了 所以我做不到 它只是更新的 那我就不用做那个 你跟着安装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开开 安装了 进来 你们应该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那要做什么呢 你开一个container 那containers 就会设定你的window 那我会建议 那我会建议 开始大家还未懂 先跟我这个去设定 设定了 设定了之后 我为什么分开了 这些游戏呢 因为每个游戏 可能会有少少不同的设法 所以我试试了哪个游戏 我便可以 游戏 那个container 做那个名字 那等我明天按 我进去 就可以立刻玩到 那我就 譬如按加 如果你是空的时候 就开一个新的 第一个名字 container 5 那你这个可以改它的名字 那譬如 我就会改这个 做 我活动的游戏 那我现在不改 就有它先了 那这一部的话 就 我建议大家 先设定70p 16-9 因为我们玩的PC游戏 都应该是6-9 就好了 如果这部机强一点 或者差一点 可以在这里调低一点 或者高一点 是的 OK 那 建议大家 都是 學用1-9.0 custom 如果那款游戏真的不行 再改 是的 那我这个呢 就 支持这个 T字游戏 这个 我这个是general 所以这个是OK的 如果你是刚才 在那个网站上说 你是780 还是不记得多少 有机会有问题 的话 就用另外一个 或者如果你不是snapdragon 不是这支GPU 就可以用另外一个 试一下 那下面这个 就是 又是 如果你的游戏 有机会玩不到 的话 就可以改这个 那我们现在最常见 都是用DXVK 这个 有它先了 那下面的有它 我可以展示FPS 给大家看看 再拉一下 那在GPU Name 这里 可以改什么都可以 其实 我见很多人 都是用 9800 这个 那我用这个 最重要 就是把Video Memory 去到最高 在这里 是 那这里 就应该OK的 那 再过来 暂时 这些我会全部 不改任何东西 是的 这里 我也不改 DXVK DXVK 就放在下载的位置 那你一人将 所有Game 将所有 安装的东西 可以放在下载的位置 那一会儿就找到 好 先让我看看 你这些PC游戏 放在Files 里面 接着 Internal Storage 里面 的下载的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所有Game 放在这里 所有安装的东西 都放在这里 也是OK的 另外 最后 Advanced 这里 我会建议大家 开头 会试 Captability 这个 如果它真的不够 纯的 才再改 就可以 有它这样 先 这个是我 通常 最普通 试一只Game 开头 先 那 就 save save 这里 5 这里 我们可以在这里 再Edit 去到刚才那样改 如果一会儿再试 不成功 对 不然 我们可以进去 进去 你进来的话 touch screen 就是Mouse 的Cursor 点一点 就是按进去 如此类推 开始 那里 我先说一点 我们这个System Tools 这里 Wine Configuration 我不知道大家的镜头看得清楚 可能不太清楚 先 按一下 有一个叫Wine Configuration 按进去 那 在这里 Windows Version 这里 它现在是Windows 7 那 如果你那些Game 是旧一些 可以用旧一些的Windows 如果你的Game 是新一些 是不成功的 那你按10或11 就OK 那我会建议大家 现在玩 应该用10 会正常一点 对 那还有一些什么 设置呢 一会儿再告诉大家 对 那 把Game 放进去 你们的下注 刚才我就是下注的 这个位置 那 Game 就会在这里 展示出来 我现在不断试一只Game 这就应该到OK的 这个Setting 应该开到的 我试一试 你有两种方法 要么就把整个Game 放进来 .exe 就去玩 要么就 把整个Install 的File 放进来 那你在这里 再按 Install 接着 安装了之后 就可以安装进来 这样玩也可以 两个方法都可以 对 对 那我现在这个 整个Game 放进来 那我只能开 .exe 按下去 对 应该这款 但非常好 就是 它的按针 是不用设置的 直接可以用到 Gamepad 所以 这个版本 我觉得是挺好的 基本上没有问题的 在旁边拉出来 就是有这个Setting画面的 那我们的Exit就可以 出发了 对 刚才是其中一个 玩到的 对 那我现在试一个 Stray 其实是有些东西玩不到 要设置多一点点 那我先给大家看 那我用了一个Test 好像刚才的基本 按进去 试一只Stray 给大家看 看看会不会弹出什么 哇 是有问题的 对 我们去Stray 那我们就开这一只 它就会弹出这个 它就会弹出这个 就说 需要到这个Microsoft Visual 的C++ Run Timer 那我现在是没有的 所以 不行 那去那里 刚才那个下载Vinator 那里呢 就教你 按Start 去了System 2C 在这里 装了这个Wine Mono 这个Installer 先 对 这样 按Install 啦 OK 跟着呢 还需要一样东西的 我们先出去 那我们去 开Chrome 先啦 跟着我们去Google 我们找这个 Facial C++ 这个 Facial C++ 这个 去回到那个 Microsoft的 网站 跟着 拉下一些 它应该有一堆 对 这里 不是对64 应该是64 X64 这个 按这个下载 我已经下载了 按了之后下载 它就在下载的位置 下载的位置 刚好就是Vinator 里面可以开到那个位置 下载完之后 我们就开回Vinator 我们开回刚才Test 这个 因为我设定了一半 我一个已经完成了 对 但是 做给大家看 刚才我下载在下载 就在这个D Drive 我之前已经下载了几个 我们其实要64 应该完成 按64 这个 这个 其实很多东西安装 按照Windows 这样安装就可以了 需要的话 就是需要的 就是Windows 需要的话 这里也需要再安装一次 对 那应该是DOTNET 和C++ 都搞定的 那 现在再试一下 开Stray 看看行不行 嗯 应该没问题了 玩这款 我记得用Steam Deck玩 都是只可以720P 去到30fps 所以这款Game 都算挺需要的 应该 在这部机来说 对 一会儿可以进去 再调下解像度 立即使用到 Joypad 这些点是非常好 不用再设定任何按键 对 我们设定看看 Graphic 现在720P 我们可以低一些 30fps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已经去到 LOW 嗯 好 先试试 先试试 对 其实看到玩这些 较新的PC游戏 就比较吃力的 那我们可以 试多一个 那些 PC游戏 就 KOF 这些 应该没问题的 但是 有个人 放在这些东西 出动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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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部 Pocket S 玩 Winator 去玩 PC 遊戲 基本上舊少許 PC 遊戲應該是沒問題的 但較新的那些都暫時是比較吃力的 我不肯定是硬件不夠強 還是模擬器未夠完善 等它有更新,我再去測試 至少今天就教了大家如何安裝 Winator 在 Android 機上都可以玩到 PC 遊戲 大家可以用手機試又可以 用 Tab 就可以 就算用舊的 Retro Pocket 4 Plus 那些都可以試一下 當然新的那些就不太行 但舊的那些應該都沒問題的 大家試了什麼遊戲OK的 歡迎留言分享一下 今天就講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請大家按LIKE 並按訂閱,按訂閱,再按鈴鈴鈴鈴 我新影片就要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示我的咖啡的話 歡迎在我的支付寶,或者 Paypal 或者自己加入我的Patreon 會員頻道都可以 詳細資料下面的Description 裡面有 好,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拜拜!